如何不靠搭飞机环游世界呢 来自德国的年轻情侣 他们用三年半的时间 以极少的预算 靠着搭陌生人的便车环游世界 从家乡德国出发 一路朝东而行 欧洲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日本 中美洲 睡帐篷 沙发冲浪 一路随遇而安 他们将幻想变成了亲身经历 见识到这个世界的缤纷与多元 体会到这个世界的慷慨 认识到很多很棒 很出色的人 无论是在哪里 最终留下的是那份值得信任的亲身经历 记录观点 远方 搭顺风车游世界 就在公共电视 前一路平时 结束了 一路平时 被评论来